我们持续就来关心的是这长达七个小时的鸡押亭 林一世三个律师呢 其实立平交保 在当庭也提出了三大诉求 第一个分别是愿意证经交保 而且绝对不离开台北市 还有随传随道 不过鸡押亭三个法官呢 认为林一世是违反了贪污治罪条例 有收受还有索取贿赂之嫌 加上有串政之余 所以最后还是裁定了收押觐见 继续是我们的追踪报道 前新政院秘书长林一世家庭工房站 三位委任律师立平林一世能交保 家庭三点开始地院三名法官 审判长郑富城 中名法官谢云莲张允嘉 林一世态度温和有问必答 到了下午五点半进入平议 林一世三位律师出招 主动提出三点诉求 第一愿意重金交保 第二绝不离开台北 第三随传随道 展现时度诚意 全力一搏要拼交保 不过到了晚间十点 法官还是裁定收押觐见 法官认为 林一世违反贪污支队条例 第四条第一项第五款 对于违背职务之行为 收受不当贿赂 也违反了同法第三款 对于职务上之行为 要求贿赂 两罪法定刑期 分别是十年以上 和七年以上有期途径 也有串供串争之余 林一世确定收押觐见 三位法官到底是 几票赞成几票收押 法院至于保密 不能对外说明 而三大律师组成了辩护团 拼交报准备的三大诉求 也无法获得法官采纳 禁建了两个月 还可以开庭式情况再延一次 订阅法官两页生命书 沉重点出收押理由 林一世的政治生涯 真的是回不去了 终于新闻最后报道